莫莫 故事时间 太不公平了 芽芽 什么事情不公平啊 我妈妈念了一个故事给我听 那是有关于什么的故事呢 故事里面说 有一些船会停在一些有鸭子生活的池塘里 那怎么了呢 在船上的人很喜欢丢面包屑屑给我们鸭子吃啊 我们隔壁的池塘的好朋友们看到了就很开心 大开口 得吃 得吃 对耶 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看到 有人会丢面包屑给鸭子吃 那你是觉得不公平吗 我们池塘里都没有船 更没有人丢面包屑 原来如此啊 可是你们的池塘看起来很棒啊 中间有一个小岛 然后你们全家人还有好朋友们在这个岛上晒太阳 又没有人打扰 多好 多舒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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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尤其是有小男孩和小女孩在我们的池旁边丢面包屑 我的哥哥姐姐都游的比我快 比我远 一下子就抢到面包屑了 哎呀 那就在岸边好像也没有多远嘛 我有的太慢 我哥哥就会先抢走了嘛 但是我看你的哥哥好像大部分也会分享给你啊 嗯 是没错啦 嗯 但那是有的时候不是总是都会分给我的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哥哥没有给你的时候 你的姐姐是不是也会确认你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啊 嗯 嗯 嗯 我 嗯 而且 嗯 没有面包屑的时候 我相信啊 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抓鱼给你们吃的啊 嗯 嗯 对不对 对啦 其实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都照顾着我 我是没有饿过肚子 而且 其实池塘里有很多好东西的 哦 有什么好东西啊 比如说 池塘里有很多可爱的小花 还有大白鹅和很多其他的鸭子一起玩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几双美丽的天鹅和我们一起游泳 嗯 现在想想 大家需要吃的东西好像也都够耶 嗯 还有 嗯 还有 还有什么呀 嗯 奇怪 就算我们这块地池塘没有很多船来 也没有很多的游客 大家的食物好像都够耶 是啊 只要我们流星流影就会发现 圣经上说的话是真的哦 圣经上说上帝看顾他所创造的一切 比你小很多很多的小麻雀啊 他都看顾 何况是你是我们呢 真的啊 嗯 是真的呀 上帝啊 上帝啊 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而且啊 也知道每一个听故事的小朋友的需要哦 上帝非常非常地爱你 非常地爱我们 非常地在乎大家哦 嗯 哎 你们啊 喜欢哪一朵花呀 我喜欢这个 这个吗 可是 可是这个也很好看啊 这个呀 嗯 现在啊 有很多的假花也真的做得很漂亮耶 不过 因为啊 真花有生命 所以啊 它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对耶 公园里的花 后院的花 每一朵的颜色和形状都不一样 嗯 我也发现 还没开花的时候 是长一个样子 嗯 快开花的时候 又是另一个样子耶 然后 等真的开花了就 BOOM 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真的真的 不管是院子里的花 植物园里的花 还是路边的小花 我还是喜欢有变化的真花 上帝创造的就是不一样 嗯 上帝啊 创造的真的不一样 每一棵小草 每一朵小花 都不一样 都很独特 很特别哦 就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在上帝的眼中啊 都是很特别的 小朋友 在圣经里啊 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讲了一个有关于 野地的花的故事 有一天 耶稣啊 向他的朋友们 在山上分享 看耶稣 坐在这里 很多人坐在这里 听他分享哦 除了朋友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啊 都想要来听耶稣讲话 哇 可是人实在太多了 难免呢 就会推啊推 挤啊挤啊的 哇 大家都想要亲近耶稣 都想要接近耶稣 能够更清楚的听到耶稣的分享 哇 那么多人都想听耶稣讲话哦 那耶稣的声音要很大声耶 嗯 对啊 那么多人 哎呀 耶稣又没有麦克风 那怎么办 哎呦 贝贝 你忘记了哦 耶稣虽然是人 可是他不是普通人耶 他是人 又不是普通人 你在说什么啊 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 嗯 没错 耶稣啊 是人 而且是很特别的人哦 他的降生这么的特别 更显明他不但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神 哦 耶稣很奇妙的 是人也是神 那就完全不用担心 他要和那么多人讲话时 声音会不够大声了嘛 嗯 因为在神 没有不可能的事啊 嗯 是的 嗯 有时候啊 我们用我们的小脑袋想一想 哎呀 想一些事情啊 怎么想也想不通 那也是很自然的啊 因为我们是人 有很多的事情啊 是做不到的啊 一旦我们一想到 哎 对耶 耶稣是人也是神 那就想通了啊 呵呵呵 对耶 那这样我就想通了 呵呵呵 对耶 你想通了 我也想通了哦 好 那既然大家都想通了 那我就要继续讲故事咯 耶稣啊 聚集了他的门徒和朋友们 请他们向前靠近一点 就对他们说 不要啊 每天担心 或是只想着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生活啊 在世界上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呃 摩摩摩 欸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 可可 你说 可是 我真的很容易肚子饿耶 我姐姐都说 为什么我每天一直都在喊饿啊 那我也想问一个小问题 好 我看到漂亮的衣服 也会很想要穿耶 所以那是不对的吗 耶稣的重点是 在你的心里 你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长大中的孩子 总是好像吃不够 或者是觉得肚子很饿 这是很自然的事啊 一个女孩子想要变得更好看 想要穿漂亮的衣服也很正常嘛 可是啊 如果每天都在担心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 装满了我们的心和脑袋 得不到的时候呢 就乱吵乱闹 乱哭乱叫 得到了也不珍惜 或者是因为这些事情啊 让你一直很不开心 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去做爸爸妈妈要你做的事情 哇 这些的感觉好像把你绑起来了一样 让你很苦恼 很焦虑 很不快乐 诶 那就不对了 就要注意可能出问题了 耶稣是要我们不要一直担心 要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但是如果啊 我们每天都一直担心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时候 那就表示我们的心不对了 所以啊 耶稣就接着说 哎 你们看这个天上的鸟 它们呢 也没有撒种 也没有收割 也没有把食物放到仓库里 它们仍然可以吃饱 因为啊 天父上帝养活它们 对啊 世界上大部分的小鸟都没有主人 但是天父却照顾和喂养它们 是 然后啊 耶稣又接着说 你们再看 野弟啊 里面的百合花 自己怎么生长的呢 它们也没有劳苦 也不会自己给自己做衣服穿 可是啊 每一朵花 都是那么美丽 这么特别 连最伟大的国王所穿的 都比不上这个一朵小花咯 还有啊 在野地里的草 它们的生命这么短 神还是让它们经历发苗成长 成为青青的绿草 再变成枯黄 即便长出来之后 很快啊 要丢到火炉里去烧掉 神还是装扮它们 何况是我们呢 连不起眼的 没有人注意到的 神都看不 那我们为什么要烦恼那些吃啊 喝啊 穿啊 担心这个会没有 那个会失去的呢 那个啊 是不认识神的人才会烦恼的 天父啊 知道他的孩子们需要什么 天父的孩子就不要烦恼忧虑了 嗯 我不用担心今天有没有早餐 也不用担心没有衣服穿 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帮我预备得好好的 我也是耶 嗯 你们啊都是幸福的孩子 大部分的孩子爸爸妈妈都会在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 就为孩子准备好一切了 这些孩子要学习特别的感谢爸爸妈妈 嗯 虽然在世上有些的孩子啊 没有好的父母或者是好的环境 可是你们放心 因为啊 每一个孩子都同有一个天父 我们的天父呢 比地上的爸爸妈妈都要伟大太多太多了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他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 所以啊 不要再成天忧虑跟担心 好像没有天父 好像天父不在一样 嗯 真好 天父不但爱我们 也爱我们的爸爸 妈妈 爷爷 奶奶 还有外公 外婆 叔叔 婶婶 哥哥 姐姐 表哥 表姐 反正所有的人他都爱 对 所以啊 就不要一直担心了 哎呦 我怎么没有这个 哎呦 我怎么没有那个 我们只管啊 去做天父喜悦的事情 其他的啊 天父会按照我们的需要预备的 嗯 别担心 天父爱我们 嗯 对 别担心 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 嗯 别担心 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 我要唱 也和话的大慈爱 到永远 我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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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和话的大慈爱 到永远 我要唱 也和话的大慈爱 有我恐怖 要人知道 你大心事 你大心事 有我恐怖 要人知道 你大心事 知道有永远 愿我要唱 天空花 你的慈爱都永远 我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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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的大慈爱 到永远我要唱 耶和华的大慈爱 感谢主的大慈爱 祂不但养活天上的飞鸟 看顾野地里的花跟草 天父更是爱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在圣经的诗篇里面 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歌一样 我要歌唱 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 我以后再也不要烦恼了 我也不要 因为有天父与我们同在 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吧 好 亲爱的天父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快乐 有的时候也会有担心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牢牢的记得 你是爱我们的天父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 接下来啊 木木还要告诉你们 很多有关于耶稣 在四处分享福音 还好消息的故事哦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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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掉旧房子 盖起新房子 抠抠抠抠抠 瞧瞧瞧 这里发生新的戏 拆掉旧房子 盖起新房子 抠抠抠抠 瞧瞧瞧 那里建造新生命 耶稣耶稣 不只是木匠的儿子 更是上帝的儿子 开开邀请他 进入你心中 耶稣耶稣 不只是木匠的儿子 他改造生命 他更是你和我的猪 他更是你和我的猪